相铺运动员每顿饭要吃6-10碗 要摄入大约1万卡路里 等一越高的相铺律师 他们的老婆又漂亮 他得照片 这也太漂亮了 天仙 还打老婆 相铺打老婆这有点 为什么那么多帅气多金的男人 为什么就非要选相铺呢 格式的人也不理解 假如说一个红钢 就你愿意吗 我愿意 一顿饭的时间聊一家文化 明天在空心发 这里是天天可烂 我是天沐泽 最近网菲有一个很火的 讲相铺的日剧 叫相铺盛誉 看完之后 真的爱上这群胖子 今天我们来讲讲 日本的相铺的美女老婆们 关于相铺的历史 夫妻祖这些 太多文章和YouTuber都讲过了 我们就不废话了 但是要讲相铺的老婆们之前 还是要先讲几个 关于相铺的关键点 那么以便我们后边 讲老婆的时候用得上 不然大家听不明白 首先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 相铺不就是俩大胖子 那推来推去 对吧 和拳击 这个MMV 就差不多 都是格斗比赛 对吧 难道不是吗 这么说 就是说对一半 相铺和其他的格斗区别 还是挺大的 先说几个明显的区别 普遍上来说 很多人都知道的 我记得是相铺 它不分量级 一般的格斗比赛都是以体重来分级别 对吧 相同技巧的情况下 绝对重量一定是有优势的 但是相铺是没有重量级别的 只要年满20岁 身高1米75以上 体重你们猜多少公斤 200的有吗 150公斤 你所说的一个 更接近一些 差不多 就是至少120公斤以上 就可以参加了 但是重量是不上线的 很多相铺 其实都是150公斤以上 而且从文化上来讲 相铺和其他格斗 有一个我觉得很本质的区别 就是在称谱上 相铺的也不叫运动员 它也不叫选手 在日语里叫相铺力士 力士 力就是力量的力 然后士是武士的士 古代日本 这相铺都算是武士阶级了 可以带刀称性 高人一等 没错 就你其他格斗类型的那种比赛 运动员他个人的肯定是有信仰 那他自己的 但是格斗他的比赛本身 是没有那种宗教色彩的 可能就算以前有 现在也没有说是那种 遵循下来一直流传 但是相铺 他和日本的神道教文化 和江户时代那种武士文化 感觉都是息息相关 是的 所以说相铺 在日本他不是普通的运动员 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群有武力值的神职人员 都不为公 这形容挺贴心的 对 直到今天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是非常非常崇高的 就是我看日剧里面 他们相铺比赛之前就是要拜神还有撒盐那种仪式什么的 调个味 对 他们的每个动作都是有说法的 而且其他格斗比赛就没这些过程对吧 你选手自己有宗教信仰 那是你自己自己看上来的这个 而且我在大街上看到那些相铺 就是一看就是相铺 就是他们体型身材 还有他们就必须要穿和服 然后他们的发型都是被托尼老师弄得特别的 对 那个托尼老师是他们特征的托尼老师 他们那个发型叫银性兵驱 然后他们退役的时候 还是要有那个替发仪式 消去大阴性 对消去大阴性 然后他们穿和服也是必须的 就是相铺运动员你出门必须穿和服 相比之下你其他博军运动员你不比赛 你愿意穿什么穿什么没人管你 对吧 你搞发型你搞什么都可以 对吧 纹身什么都无所谓 他们那个相铺不污的话 里面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训练馆 加上他们睡觉的地方 对 生活的地方 对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跟那个拳馆一样 他承担了一部分就是相铺的 这个训练的功能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大家也在这吃 在这住 有宿舍 同知同住 同生活 对 然后老板呢 就是这个教练 然后就是这些相铺的师傅 一般这些师傅呢 都是由这个退役的相铺律师担任的 而且这个生活起居呢 一般是 由于管理员 这管理员呢 可能就是一般就是那个师傅的老婆 女将 对 学名叫女将 所有相铺 都要在这个布屋里面训练和生活 就有点那种军事化集中管理那个意思吗 其实特别军事化 而且这个相铺布屋 有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高级别的这个相铺律师 在里边除了这个师傅和女将之外 谁都可以不放眼里 比如他可以住单间 可以有这个私人的这个仆人 给他擦屁股 对 那个擦屁股 就是我看到那个日剧里面那个主演 就是给他的那个队员 对队友 队友 队友擦屁股 他那个体型 其实确实也不好擦 放过去 我觉得是可能理所当然 配个仆人 很正常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让别人来擦 就是有点霸凌那个意思 尤其你的比你低级别 最有擦屁股 在今天卡 你这其实是属于霸凌 但是怎么说呢 在相扑布屋里面 这些高级别的相扑 第一不用做饭 第二不用打个家务 而且他们就是可以随便霸凌 低级别相扑 对 日本的相扑布屋里面 我看到霸凌都是公开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对吧 对 因为那个距离不也是 那个记者 他们就是想曝光这个关于相扑 就是说 2020年 你居然还会有这么传统的 这种霸凌文化在里面 我们就是传统 2007年就有一个十几岁的 一个小相扑 就被他们的队友给打死 打死 活活打死 反正不展开讲了 总之相扑布屋就跟军营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那相扑布屋大概有多少个 这个不一定 有的布屋会解散 有的会合并 但是到2021年的数据 现在日本有44家 挺少的 那么相扑呢 虽然不分体重 但是他们是分等级制度的 一共有10个等级 那10个等级就意味着 你是不是有钱的 你是不是可以回家 和老婆孩子一起住 你能穿什么样的和服 那么相扑文化中的所有内容 都是和这个等级金字塔 息息相关 包括 跟日本社会一样 对 包括我们一会儿 要讲到这个老婆 你会发现 等级越高的相扑历史 他们的老婆越漂亮 当然也不能说越漂亮 就是越优质 咱们就看这张图啊 这个最低级别的 这个相扑级别 叫蓄织口 最高级别就是横钢嘛 然后从这个十两这个级别 来区分职业相扑历史 和历史养成员 那么历史养成员 就是从徐之口到墓下 这四个级别 这四个级别的相扑 也叫墓下历史 到2023年的时候 这数据一共有580 那么这580人呢 既没有工资 也没有奖金 就是由这个各个相扑部屋呢 提供了一些 基本的生活保障 管制管住 和一点这个非常少的 这个生活补贴吧 吃地宝 除了吃住 给你点零花钱花 对 而且呢 又必须和这个其他队友 一起住在相扑部屋里面 十两以上 统称为官取历史 2023年的数据 一共有70个人 不算横钢 我对 我做这个金字塔 这个里边也分别写了 他们目前的人数 那么这70个人 还分墓内历史和三亿历史 这70个人 再加上最高级别的横钢 是有收入的 那现在这个十两 咱从十两开始吗 十两的工资是多少呢 过去我听说 真的就一年就给十两 就是他称号就是这样来的吗 他们现在的月薪 达到了103万日元 这个远超过东京的 这个平均月收 对 东京平均月收 也就30万左右那样 对 他一年也能差不多 将近1200多万 那么只有墓内以上的 这个相扑部屋里是 就是从前头开始 是可以不住在 相扑部屋里面的 可以回家 老婆孩子正好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是已婚 就如果你没结婚 没老婆 你还是得住在 这个相扑部屋里面 有的这个相扑部屋 也是允许说十两以上 你就可以了 但是不多 其实我觉得你没老婆 你就住相扑部屋 对不对 就师弟伺候着你 是吧 挺好 2023年的这个数据来讲 目前日本注册的现役相扑 是一共有650人走 不算横钢 除了横钢 这些相扑部屋里是通过比赛 对吧 可以升级或者降级 那么升降级的规则 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比较比较麻烦 就我就不细讲了 总之肯定是你赢的多就升级 输的多降级 升降级都和你的收入和你的福利挂钩 但是只要你达到了横钢这个级别 就是终身制的横钢 荣誉称号 没有降级了 如果你在横钢期间 你输的越来越多 不管是教练 相扶学会 还是观众 都会逼着你退役 别丢人了 对 不知道你给横钢这个级别的水准丢脸 现在有多少个横钢 这个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横钢 是1630年产生的 就记载了 对 最近一位是2021年产生的 那么将近400年的历史中 一共有73位横钢 这么少 对 没错 因为晋升到横钢这个级别特别难 你选总理大臣 我就说这个一个数据吧 对吧 就是最短时间升为横钢的历史 来自蒙古国的这个白鹏 成为横钢之前 他打了1600一至二场比赛 赢了1170场 赢了四年时间 他是最短的 那用十年左右时间的横钢比比劫势 这个刀都在下期 谁能不能负训 赢了五年太宝孝子 赢了五年太宝孝子 赢了六年太宝孝子 赢了三年太宝孝子 赢了五年太宝孝子 赢了三年太宝孝子 最后一度有点福了 这是自己的目標 如何投降 在这73位横钢里边 有6个人不是日本缺手 就是5个蒙古国的 还有一个美国出生的这个婚姻 横钢能赚多少呢 首先说相铺力士和他的收入 这个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 第一年缝 第二奖金 悬赏金和其他收入 那年缝就是年薪嘛 对吧 就是由日本相铺协会来出钱 每两个月发一次 最高的级别是横钢嘛 月薪达到了282万日元 十几万人民币 一年将近3400日元 而且应该还有那种广告代言 剪彩出席那种活动的好处费什么 对对对 但是只有大观和横钢这两个级别 才可能有就是其他收入这一项 够格了 对 所以说横钢级别相铺历史 每年这四项加起来 收入1亿日元是多错的 那像传奇的这个赵青龙 横钢最多的时候 一年光代言广告 10亿日元 你虽然和全机 MMA这种顶级选少收入 还是差很多的对吧 那不能比 毕竟相铺它不太好炒作 我不太好搞那些活动的 但是在日本对于普通人的收入来说 这个已经是绝对的顶点 相当高了 相当高 相铺的饮食主要就是相铺火锅加啤酒 反正就高热量高蛋白增肌增肥东西全往里怼就行 对这个相铺火锅一般就是肉类海鲜豆制品蔬菜 这种一大公里就是放一大锅里边 万顿 万顿 对 相铺运动员每顿饭要吃6到10碗 要摄入大约1万卡路里 相铺一天只吃两顿饭 中午和晚上 就是早上是不吃早餐的 你跟我差不多 我觉得 你是起不来 但是人家早上5点就要起床 相铺们 那为什么不吃早饭 人在饥饿状态下 你然后猛吃 就是可以 可能变胖 对 没错 你可以储存不多的脂肪 他们一吃完饭 他们就开始睡觉 睡醒就开始炼 他们就是吃这件事 吃 睡 炼 就是为了储存不多脂肪 相铺他退役之后他减肥吗 有挺多人减肥的我看 他们只要说调整成普通人的饮食习惯 控制一下摄入的热量和糖 肠粪就能瘦下来 不过对身体危险很大 而且他们的运动方式也在改变 因为他们之前的运动量很大 但主要还是爆发力和耐力性 所以说增肌OK 但是减脂不太行 很多相铺力士都是退役后 就把运动方式改成 游氧运动 跑步 游泳 急停车什么的 有一个横钢叫贵奶花光丝 对 65在横钢 对 他退役以后就减肥 我看他剪成型男的都 经常上综艺 节目讲自己减肥的方法 还出书 对 这个人很传奇 咱们现在就可以好好说说他的老婆天仙 终于说了老婆了 说过 他的第一任老婆就是日本当时的这个国民女神 号称 平成第一美少女的这个公泽礼会 日本著名艺人 我小时候听过他 他是一个演员歌手 可能就是很多年轻观众你可能现在不是很熟悉了 就我这么说吧 你就把他想象成当红时期的张曼玉 林青霞什么的就行了 那么1992年贵乃花和这个工作礼会订婚 有多轰动呢 就回忆一下前两年林志玲结婚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贵乃花还不是横钢的 那时候他是官邪 离横钢还差上一大关的 对吧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拿去套上那平成第一美少女了 那时候工作礼会是出道四年 正直 颜值和这个演艺事业巅峰 你看那照片 哇 这也太漂亮了 对 就很香 真的很漂亮 而那时候的女明星也都 也不整容啊 对 也不整容 没错 1992年的11月27号他们俩宣布订婚 11月27号是我偶像李小龙的生日 哎 天哥 这我没想你偶像 你真爱是吧 必须要查查吧 李小龙生日之后两个月后 结婚了 退婚了 啊 为什么 就具可靠的消息就是说 因为相扑界和社会舆论的这个压力 你觉得画面太美女与野兽了什么 哎 正相反 正相反 对 相扑界和社会就觉得演艺明星 你配不上这么高级别的相扑历士 什么 刚才我前面说了 就是说相扑历士在日本那不是普通人员 应该是一群有武力职的神职人员 对吧 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尤其是高级的那一百多人 就他们是日本社会顶点的一群人 而且米后你知道吗 就按照日本相扑协会 他有那种不成文那种规定啊 当然不会写出来啊 就如果你是现役的那个历士啊 很著名的那种 你的妻子必须是好看的 对 就是这是第一位啊 他还不够好看呀 呃 第一位 我说是第一位 然后还要你要有学历 家世还要显赫 嗯 普通人家的女孩是不能嫁 这是顶级一点的白富美了 对 按照天歌刚才说的 你相扑这么高的那个社会地位 嗯 娶一个女艺人说实话 真的是不是什么好选择啊 所以说那些又漂亮家世背景又好的女孩 就是想嫁个相扑 就能给我挤破头吧 但是至少也得排队好啊 你毕竟就那么一般多人 那为什么呀 那么多帅气多金的男人 为什么就非要选相扑呢 哎 你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一会儿跟你讲 那讲完了你就可能就想插队啊 说说中泽理会 这个退婚这件事 对它打击非常难啊 那时候人比较保守 然后从今有过自杀的这个行为 影响挺大的 嗯 还得了厌食症 演艺生就直接停摆了 出道四年直接停摆了 然后直到八年后 两千年了 他才算复出 他去台湾演了一个电影 叫运传手之恋 就是司机之恋 司机之恋 演艺事业才有了点转机 感觉真的太伤人了 就是这这受伤的总是女人 我觉得他的 风泽理会的粉丝 可能有点恨这个人了嘛 但是就算是这样 那当时的日本社会可不那么想 日本社会的态度就是觉得这件事 比较偏向贵女花光丝 支持他 对 觉得他是为了相铺的传统和荣誉 而放弃了爱情 就还高尚了 对 觉得他保住了这个相铺 律师的颜面和荣誉 行吧 说白了就是我们一个相铺律师 没有取一个戏子 所以说就是一个相铺律师 他自己的婚姻他自己都做不了主 父母也做不了主 只能让全国人民给他拍板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说至少恒刚这个级别 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非常严格的 然后这个贵仔花呢 是在分手后的三年 他就95年晋升为恒刚了 在同年他和电视台的这个美女主持人 何也景子就闪婚 这个又一眼一见 算是至少是一名人嘛 对吧 看了照片 比平成第一美少女差一点 但是但是真的挺漂亮的 你在这个电视广播界对吧 你颜值不行了 你就去做电台主持人 那你要颜值高的 就去做电视台主持人 那颜值再高的 那当演员挣哪钱 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这个何也景子和工作理会 他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艺人 那么结婚后呢 何也景子就和很多传统的日本女性一样 为了支持这个丈夫的事业 就当全职主妇了 然后呢 还在他那个自己的相扑布屋里面 贵仔花呢 对当女将 然后呢生了两儿一女 但是他们的婚姻又出事了 又出事了 贵仔花呢 在2003年呢就是退役了 然后和这个相扑协会发生了冲出 然后他就脱离了协会 这个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布屋 然后那个他媳妇就压力非常大 就得了抑郁症了 最终2018年两个人就宣布离婚 这贵仔花光丝也太随了 谁跟他谁倒霉呀 反正这两个女的都不太好 这个结果 然后他这牛逼的不是他这两段情史 还有呢 他还和这个自己的这个 师父亲哥哥亲妈 大儿子都断绝了关系 就是退出了相亲相爱一家人 这个选择 退群了 退群了 对 你说这人他一生中对吧 要是有一个人跟你绝交了 这正常难免 是 但是众叛亲离就我觉得就不好说 是别人的问题了 对吧 你还跟那个协会还发生问题 对 我愿意称之 从这个会赛华公司为分手大师 对 然后下一个传奇横刚 赵廷隆 也是蒙古人 他的妻子叫塔米尔 蛇杀是这个小学和中学的同学 然后这两个人呢 从中学开始恋爱了 青梅中嘛 是的 赵廷隆呢 是中学毕业后来到了日本留学 而他的当时这个未来的妻子 塔米尔是去了德国留学 然后这俩人的异国恋 蒙古的能去欧洲留学 肯定也不是一般家庭吧 相当厉害了 对 塔米尔确实是一个名门的千金 然后2002年他们俩就结婚了 那时候赵廷隆是大官级别 03年就是 下一年 他就晋升为了第68代横刚 也是蒙古国的第一位横刚级别的那个历史 在赵廷隆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中 可以说是争议不断 他做过很多在礼法四年的相扑界 看来非常出格的事 对 我想起来他退役不就是因为他 醉酒后打人 然后全社会都谴责他 对 然后协会他不得不就给他退役出击了 他喝醉之后他打老婆呢 还打老婆 相扑打老婆 这有点猛 还打老婆 先打老婆 他第一次被爆破了酒后打人是2007年 他是家暴事件 他那个喝酒打人就是后来的事情 他是打了他的老婆塔米尔 然后他这个塔米尔就带着牌子就回蒙古 回娘家 回娘家 离婚了吗 当时没离婚 然后但是是在2012年的5月退役后的赵廷隆 在蒙古 他不是回蒙古发展自己的事业生意去了吗 又喝醉了 又打他老婆 回娘家又揍了一段 但是那次打非常重 那次塔米尔都打了 那可不不像铺 一巴掌下 那时候他直接打给打医院去了 有趣 对就是都站不起来了 当年他们就离婚了 现在他们别又复婚了吧 没复婚 然后那个 张庆龙又找了一年轻的 哎呀 介绍一个像铺 历史中的这个狠人 他的老婆 白鹏 他也是出生于蒙古国嘛 是史上最年轻的那个横钢 跟他们也说过了 而最短时间拿到横钢的人 而且还创造了这个很多的记录啊 比如说最多盛场最多连胜 然后史上保持横钢记录最长的这个相扑历史 那现在退役了吧 2001年退役 哦 然后他的老婆是比他大一岁 叫和田沙黛子 和田沙黛子呢 的爸爸是一个企业家 经营着日本的好几个林厂 然后还有养老院 还有家校 这符合大户人家千金这个条件 对对对对 2004年的白鹏当时是18岁吧 是十两级别 18岁就是十两 所以呢 他和这个和田沙黛子 是在一次这个party上认识的 当时是赵青龙子办一个party 然后俩人就挨着坐 就像上我哥密后这样 然后当时这个18岁血气风缸的那个小伙子 对吧 每天一身臭汗 跟那个相胡不顾的训练 就几乎没见过女的 对吧 好家伙身边做一个长得好看 又气质出动一个女孩 坐自己旁边 当时白鹏不行了 对吧 脸也红了 心也跳了 对吧 账户搭起来 我们蒙古账户 然后呢 现场还有一个相铺 他后来也是红膏 来自蒙古的这个日马富士 就看出了白鹏的那个小心思 懂 懂 然后那个日马富士呢 就给白鹏和这个沙带子拍了一个合影 然后日马富士就问那个沙带子说 张天你想要吗 然后那小姐就是这个秋发大的 就是说 就是这照片是吧 对对就是这照片 是后戏 想要 对 然后沙带子就把这个邮件 邮箱就告诉了这个日马富士和这个白鹏 其实这就是日马富士给他俩拉了一红线嘛 对对 给他一个交换联谊方式机会 没错没错 还是哥哥熟练 TG 然后这两个人后来就联系上了 就老友情没有意 是吧 白鹏20岁的时候 他一次受伤就住院了 然后那个沙带子小姐呢 就是学习蒙古语 专门还学蒙古语 学习蒙古语干嘛 然后给他写信 就写什么哥哥快点好起来哟 帮芭蕾 太有心了 就是那种 然后他还去驾校学开车 学开车 拿驾照 为了就是说能够更方便的就接送白鹏去这个医院 这千金大小姐还要自己去学一个开车 然后亲自送他 对对对 这确实是非常体贴 太上人羡慕了 然后那个白鹏决定 哎 我一定要成为大官 你回报他啊 我要和他结婚 这个白鹏也没有让人失望 就是在这个 像一年后 他就进成了大官 并且在21岁的时候 他们就相恋了 三年后 他们俩就订婚了 然后在2010年 他们就在明治神宫举行了婚礼 对 这算是一个比较浪漫的 目前的一个 快乐算比较好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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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お父様は誰よりもかっこよくて、誰よりも輝いていました 今目の前に立っているお父様は、曲げがないからちょっと不思議だけれども、あいら優しい顔をしています お前は曲げがあって、頭も触れなかったけれども、もう曲げがないからお父様が頭をなんでなりしてくれたのを 私がお父様の頭は、友達になるのに、私が私たちで一番愛しているよ、私が私たちにとくれわれていました 然后下一个秦蒋菊 这个人是一个退役的历史 是个大官 他的妻子叫石田佑未 不仅是海外留学的这个背景 而且会四国语言 台女 超厉害 他是秦蒋菊的第二人老婆 第二人 他们的婚礼的时候呢 是现场来了600多人 600多人 包括日本的一个前往下 挺体面 下一位是日本的现役大官级别的 这个相互历史叫桂景盛 这个相互来的 她的老婆是前模特千叶有希娜 之前是在海岸留学 然后咱们看看她的照片 哇 好漂亮 长到我的审美点上了 漂亮 那她为什么可以娶模特呢 刚才连那个演艺界的明星都不能娶 这个问题很关键 就是千叶有希娜不仅是个艺人模特 她爸爸以前是一个大官级别的相夫历史 叫北天佑 所以相夫协会同意了 内部调剂一下 对 这属于人家相夫界自己 对吧 内部消化了 他们是在2020年结婚的 但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贵景圣在日本 这个永冲热搜两次 是因为两个女人 一日她的老婆千叶有希娜 另外一个是她妈 有一次贵景圣在北九州比赛的时候 得优胜 然后三考之家合了个影 这个49岁的妈妈 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也让人眼前一亮 好大气啊 这是她爸 感觉三个人谁都不认识谁 确实不像 但是你说北天佑的女儿还是那名模特 对吧 她老娘她妈确实是很有气 下一个这是第73代恒刚 赵之富士春雄 也是现役恒刚 她本人也是个蒙古人 又是蒙古人 又是蒙古人 她妻子也是蒙古人 然后名字很长 我这也不再会念啊 她是在日本的留学的时候 就认识的这个富士赵之春雄 而且这个女孩的表哥 也是一个相夫女士 是一个官邪 照片就在网上虽然很少 就那么几张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一个典型的 典型那种蒙古大美女 穿上那种民族服饰就特别像 对 你看这张就特别 哇 漂亮 下面这是现役的小杰级别的相夫女士 叫龙健 她老婆叫福安玛维 是一个医生 都好厉害 下面这个是前头级别的女士 叫志摩之海 她的妻子是一个前保种歌剧团的 很漂亮 演员叫福言清香 其实还有很多 这个相夫律师和她们美女老婆的事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发现她们找老婆好像都是一款的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真是啊 我也发现相夫她那个审美 都有点那种初期的一致 单从外形上看 她们挑老婆 感觉都挑一水那种端庄啊 内敛 就很少有那种很前卫 很那种性感的那种 就是专找那种标准大哥福子呗 他们就专找这种 其实我觉得对异性的审美 就肯定是一个个人选择 对吧 咱们都不一样 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一个群体的审美都出席的一致的话 我觉得 这应该是一种社会性的这种集体认同 就是日本这个社会对相夫的这个要求 这种要求就是存在于潜意识里的 就是他们相夫作为这个日本这么崇高低的这么一群人 他们做什么都是都是多少万双眼睛盯着他们看的 所以一般他们找的妻子都是那种高素质的精英女性 外形就不用说了对吧 而且都是那种贤罪柱类型的女性 你不管说这些女性 你之前多么优秀 结婚后你基本上就是要变成职业主妇 然后照顾这个相夫历史的生活起居 对吧 养儿育女 嗯 而且如果你南方的相夫历史在经营这个部屋的话 你还要帮忙着这个去管理 而且说就是相夫历史的那个婚姻 他不能像那个明清八卦 这种说离婚咱就离了啊 闹个绯闻就闹了 那肯定不是 相夫历史的婚姻和家庭 我感觉真的就是日本是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东西 对 甚至是一种觉得这种我觉得是一种高压 社会这么多眼睛在盯着他在压着他 所以为了感觉避免这种风险啊 相夫历史 我觉得他们也是为了规避这种 不会去找 这种和自己门不当户对的这种对象 那反过来说 就是为什么这些长得好气质好学历高 这个家世有好的这个女性 都想嫁嫁相夫呢 现在就可以回到刚才的咪吼 最开始那个问题 对对对 那其实在日本的一些论坛里 同样有很多日本人也不理解 就是甚至有的那个人问你都特别直接的问题 直求发问 对 请问就是说相夫又丑又笨拙 但是为什么能跟美女结婚 嗯 下面我就是说几个我个人的几个看法 第一个有钱 刚才也说了 像布利是到一定级别后 他收入十万可观的 那赵兴隆一年光代言费就十个亿了 对啊 所以说这是硬件对吧 人家像布利是肯定是丑丑大道 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挺正常吧 嗯 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孩啊 择偶标准 就是肯定要对吧 找一个那种面容雕好的帅哥什么 嗯 我感觉 其实不是 对特别是他那种家庭的话 尤其是走到要婚姻要过日子这一步 对那你的长相 南方的长相 那肯定不重要 对肯定不是第一位 他不能当一个标准来哼 对对 第二就是这个社会地位啊 刚才咱们也说了 呃相夫利是那 那那是一个一群优务一职的神职人员 对吧 他们不是储存人员 你嫁给他们 跟你嫁给没老板 那是肯定不能充值而履的 地位肯定不能 对 而且在日本这么一个 比较讲究传统和等级的这个国家 嗯 有时候这个社会地位比有钱还要有用 对 骄傲 嗯 嗯 然后同样呢 还是跟之前说的一样 那你全日本 社会都盯着他们的家庭 再加上这个相铺利是从小就受到了这种 布屋和这种文化的这种严格的熏陶 嗯 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对他们大部分相铺利是 这难得 比一般同龄人的男性要高得多 哇 这难得都来了 那必须难得 对 比如说相铺布屋 从你第一天当相铺 教你就是三件事师傅 对吧 movie 还是他妈的 忠诚 敬畏 谦逊 所以说 所以你呢 你嫁给他们 可能相对比较安稳 哎打人 哈哈哈 说他说他 嗯 第四个就是虽然啊 这个不是一定是啊 但是 嗯 你仔细想一下 确实可能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相铺利是 由于这个常年的这个饮食习惯 和这个训练方式的原因吧 肥胖 高血压 肝心病 糖尿病 外伤 脑震脏 对吧 他浑身一身都有疾病 对吧 相铺律师呢 评说明 据数据说只有57岁 那这就有点性本恶那种 所以他们就遗产高威 然后到手还快威 就对于女的来说 没错 没错 而且所以说他们的老婆都是那种小娇妻 对 年轻漂亮 所以说很多人对于相铺为什么能取到白富美这个问题的看法精进 就是停留在看不下去美女与野兽的那种搭配 对 想窄了 想窄了 所以除了这个外形身材相铺的这个婚姻是真正的在践行那四个字 门当户队 对 门当户队 对 讲完这些 如果有可能的话 理想双插队 对 我真的心动了 真的吗 真心动了 但是我有点叛逆 我可能 假如说一个横高 像赵青龙 不 那个打人 白鹏吧 白鹏这个级别的横高 我觉得他长得还挺可爱的 那个白鹏 年轻一点 然后可能 就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先一天吃一万大卡 好 咱们就差不多了 一顿饭的时间和一家文化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里是天天可辣 我是天鹏嫂 回家 年代